這就是今天要睡的地方 下午也是叫最後的地方 你好我是鱸魚貓 一般人去旅遊可能都會住飯店 但今天我決定要挑戰沒有廁所的錄影車 然後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賴場島 然後這邊叫ILEAND MAGIC 這是我們今天要睡的 這台錄影車上面是有駕駛座的 然後這邊是Check-in的地方 是去Check-in 今天要住的這台露營拖車 它叫做AIRSTREAM 開始於1931年真的很早 但沒有恐龍誕生早 經典銀彈鋁合金的外殼 還有仿飛機機身的遠角造型 讓許多少男少女為之高吃啊 我們要住的是A8車 這台就是要住的 當然這個我以為是要給我們吃的 結果是要放鞋子的 看裡面有沒有水有沒有電 好像很小 涼涼的你看 這就是今天要睡的房間 其實蠻小一間的 外面是有一個那種 這應該是我們的區域吧 其實我已經在這邊那個走道 走道就滿了 這邊有一台電視 大概才20吋吧 小電視 然後這邊有一個門 一入口這邊有一個門 這邊是 是廁所 欸我以為沒有廁所 它其實是有一間廁所 還有浴室耶 我要上廁所囉 這邊就是一個小小的座位區 有坐在 小朋友們上廁所的地方 小狸貓送廁所的地方 欸裡面還有一點點 沒擦乾淨的便便 然後這邊是洗手台 這個有水耶 喔衛生紙在藏在這裡 這邊有一面 小蔥子 這邊有吹風機耶 他有吹風機 不理我 他不理我 他不理我 沒有我隨時會跟你講話 這邊是 室內燈 其實室內燈就這個而已啊 還有這邊這個 才是衣櫥吧 冰箱 空空的 廢話 然後這就是兩瓶水 其實還蠻大的 奇妙的是 這個是烤箱嗎 它這邊寫的 打開是什麼呢 小廚藏櫃的意思吧 可以放一些你的私房起來 或是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 這個應該是冷氣 對它有一台冷氣 小小的在這邊 微波爐 它也說 cannot be used 熱水壺 兩個杯子 這個我剛剛有先翻了 打開 這樣子 有有有有有水有 我剛剛原本以為在你車上會沒有水耶 它有附贈兩個 shampoo 洗髮精跟 就是牙刷組啦 晚上它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在剛剛這邊 廁所裡面洗澡 然後還有另外選擇 就是去另外一邊泡湯 那我應該會是去那邊泡湯 那是整個就是包含 流理台 沙發 廚房 廁所 都在這邊 反過來這邊就是 睡覺的地方 然後這個長度其實 有點短耶 應該是要睡這樣子 其實還蠻夠的 整個可以打開耶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 旁邊就是海啊 然後一個一直在滑手機 我的朋友 這個就不能開了啦 然後上面這邊也是一些櫃子 這邊也是可以藏一些 你不想被警察發現的東西 其實小小的 可是其實 該有的東西 都有 去看到外面 這感覺是很容易被人家床頭的 下台車的外觀 飛機 這就是另外一種型的 房車 沒想到車上之前什麼都有 我租的方案其實是 最便宜的方案 就是台車就是配 一個區域的座椅 所以前面就是海邊 我走去海邊看看 我現在來的時間是冬天 所以其實 不太能玩水 我們的營區在這裡 它轉過來 這邊就是沙灘 我走到海邊了 哇 水好冰喔 冰炸了 真的是冰炸 現在沒辦法游泳 飛機又來了 這邊好像是那個 廁所 它兩間是沖水的 然後一間男車一間女車 然後那邊是女生沖水的 來看一下 喔 裡面就是一個木頭椅耶 還有一個小燈 欸這邊是一間廁所 然後這邊還有一隻吹風機 可以在那邊 真的在那邊洗澡 真的可以在那邊洗澡 看一下南側的 長這樣 哇 其實也是滿漂亮的 這邊兩個小便的 便別的地方 有一些車它就是沒有衛浴設備 所以 要來這邊 洗澡上廁所 有些車有 有些車沒有 這種的好像就沒有廁所對不對 我們看錯的是一個游泳池 喔 冰塊 這邊是冰塊 剛剛進來的時候 然後好像有看到那個漫畫屋 哇 有小說 夜行觀染車耶 臭家苗的小說 又有白書 整個被曬到褪色又有白書 對 這邊全部都是日文原版的漫畫 整套吉隆之物 有獵人 Q 這有哆啦A夢耶 如果你想要在這邊度過餘生的話 好像還滿幸福的 再看看別的地方 應該就是那個 漫畫閱讀區了 我回來了 你擋 擋成這樣什麼意思 這邊還有優點就是 地震不管再怎麼大 我都不會死 你不覺得這座位卻很擠嗎 有什麼辦法 這邊坐著非常緊 真的好擠 喔喔喔喔 好強喔 喔靠 喔好強喔 如果你要坐旁邊的話 就可以直接脫出來 喔喔喔喔喔 然後發現今天可怕的事 因為這邊隨時動一下 動一下地震 你動一下看看 超正的耶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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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在搖 鏡子 好晃喔 這邊隨便動一下 都在降落地震 整個天啊 我要出去 外面風好大 下大雨了 外面下大雨了 現在風很大 外面蠻漂亮的就是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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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好大喔這裡 放開爽位 湖 喔喔喔 超大率的 這邊有個小白板 我來一起試 好棒 好累喔 這是遠方泡湯啦 可是下雨剛好變很漂亮 又反光了 晚上就用最重的泡湯圈區附近的旅館泡湯囉 聽說這個湯是豚骨口味的喔 才怪 泡湯 我今天會不會在拍 在拍別的湯圈 你看 拜託會見 我就泡湯了 終於回來了 泡完湯回來發現 是不是沒有Wi-Fi 好 準備睡覺了 明天再跟大家說說看 看半夜會不會被飛機吵醒 喔 起床了 風聲太大了 我直接配音 其實晚上聽不到飛機聲 而且因為風很大 所以睡在裡面 會像在地震 我發現其實有廁所的車 外面都會有一個這個孔 代表這個車子 剛剛那種車到底是沒有廁所 看起來很像是沒有 你看 目前這邊都沒有那個水孔 所以可能這種車型是沒有的 因為我記得有一種車型是沒有的 然後它的空間變很大 所以它佈置的會很像國外那種豪華的那種 對 所以這種車型是沒有廁所的 我覺得行李箱放不太上去其實也是蠻合理 因為這種車就是在國外它就是給那種 在野外生活旅行 就是開到哪邊啊 生活到哪邊 玩到哪邊的人 來用的 所以通常在國外開這種車的 其實是不會帶行李箱 因為這整個就是它的行李箱 它就開這台車到處跑來跑去 這邊前面啊 就會有一台車 然後拉著這個箱子走 對 開到哪 玩到哪 那種概念 可是我們在這邊就只是小小的體會一個晚上 我們只是在車上睡一晚 我選的住宿方案是最便宜的 沒有附任何餐點 如果加點晚餐BBQ的話 一個晚上就要一萬元以上喔 如果你有乾爹幹嘛的話 可以考慮看看啦齁 那睡在車裡的體驗很特別 但還是跟隨著飯店裡差很多啦 畢竟飯店不會被風吹的像在地震 也不會一開門就被雨水噴石 在這邊還是很適合網美往睡來 可以一直拍水水的照片喔 幫我留言按讚分享 然後訂閱一下囉 掰掰 欸 吃 吃這個 要不要吃 欸他不要胡蘿蔔 不要 請多多獨自作 下山 下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